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风和日丽 铁路两侧的风景尽收眼底 沿途的村民对前来体验的客人是已有好玩好 正当小姐姐享受着美好的旅途时 一辆满载倒谷的烛火车从迎面驶来 小渣只好将自己的烛火车拆解下来 当满载的烛火车离开后 小渣并没有及时装上烛火车 而是坐在上面乘凉 客人询问是否还有火车经过 小渣提议乘客多付一点辛苦费 得到满意的回复后 烛火车再次被驾到了铁轨上 接着一行人继续欣赏沿途的美景 虽然闹了点小插曲 但一点不妨碍小姐姐美丽的心情 手里拿着相机一顿卡卡卡 另一边老费靠着一辆烛火车 转的是盆满钵满 每天只要睁开眼 他就能成功地把客户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 作为一名有着十年经验的驾驶员 他的烛火车总是能受到村民的青睐 没有舒适的座椅 大家可以席地而坐 如果当心太阳会灼烧到皮肤 可以选择支起雨伞 随着老费一拉式点火 主火车缓缓向前驶去 在柬埔寨的马德旺 每天有近三十辆这样的主火车行驶在铁轨上 他们往返于首都京边和泰国边境 虽然道路条件差了点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乘客们欣赏沿途的风景 老费唯一需要坐的就是控制好车速 防止主火车拖轨 之所以乘客会选择乘坐主火车 原因是这里远离公路 交通运输极其不方便 客车每个月也只会经过几次 如果没有像老费这样的主火车 村民的生活质量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时候村民们有出行的要求 老费不管是白天或者黑夜 他都会出车 这种主火车其实是没有运营许可证的 但是当地还没有明令禁止 毕竟这是一件立民的好事 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主火车途中会经过六个停靠站 每名乘客上车收取一块钱 生意好的时候 老费一天可以赚到五十块 这可是当地村民平均收入的五倍之多 老费当然会乐此不疲地坚守住这份职业 铁轨两侧没有护栏 村民们上下车非常方便 每当到了秋收的季节 老费的生意会更加的火爆 村民们会请他帮忙运输稻股 老费要求也不高 一代稻股按照一个人头的价格来算 最多的一次他拉过两千公斤 这条铁路是在法国殖民时期建造 虽然历经沧桑和时间的洗礼 但至今依然在使用 此时老费的前方迎来了一辆摇摇晃晃的火车 不过老费一点也不担心碰撞 因为火车的时速才20公里 还不及他的主火车 所以老费在看见火车时 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拆卸主火车 这条饱经沧桑的铁轨全长270公里 这种级别的古董火车 要开一天的时间才能走完全程 如果速度过快 就会面临脱轨的危险 老费的主火车也会遇到淡季 这个时候他就会仔细保养自己的坐假 有时候只有几个客人时 他也会不惜成本发车 这就是他的生意经 也因此积攒了不错的口碑 此次他将运送一家人前往医院 30公里的路程行驶了两个小时 到达终点后 他们将转成摩迪 然后前往省会马德望 随即老费拆解火车准备掉头 虽然主火车给大家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考虑到安全因素 当地政府预计在未来的三年之内 对铁轨进行重建 届时主火车也将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时代在改变 老费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天的到来 主火车给他带来财富的同时 也帮助过不少的村民 在他的眼里 主火车是他最忠实的朋友 想到即将丢掉的饭碗 老费不免有些伤感 也许他失去的还有那段风雨兼程 砥砺前行的岁月和作为一名火车司机的情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